这期事件我们待会还会有后续的报道 另外来看到也实在很命大 这次在北头有一个骑士 山路过弯疑似前轮杀死了 自摔喷飞 差一点被后车给碾过 惊险万分 而英哥另外一个老翁死里逃生 更是一个奇迹 他停在路中央等待转弯的连接车过去 但是没想到疑似因为内轮差 连人带车被卷进了底下 这个毫米之差就要爆头了 被救出时竟然只有轻伤 而惊险的过程也全都曝光 机车山路过弯 S型抛法难不倒 压车又压压 坐压压正感觉晴晴松松 想不到下一秒 骑士龙头一瞥 竟连人带车汪又梦摔 只见他喷飞趴地 吓得伸手相撑住 却不敌强大力道 整个人棍地旋转 后方车辆紧急刹车 只差一秒就要把骑士吃进车底 被偷沙帽路上演着惊悚车祸 不少网友直呼是前轮杀死 骑士先些被念过去 而新北英哥也有老翁 插点被连结车吞噬 连结车沿着英哥樱桃路 正要右转福德一路 只见骑单车的老翁 停在路中央 想让转弯的连结车先过 想不到这时大车内轮插 竟把老翁连人带车 卷进车底 目击民众惊吓连连车轮 念正着想不到 进修斗城救援 经见老翁其实是躺在车轮旁边 厘米之差 惊险度过一截 把人从车底拉出送医后 没有大碍 骑机躲劫 实在命大 记者中程良 黄玉兰参考报道 好 再来看到这样的场面 这是在嘉义民雄主旗交流斗旁 有一辆宾士车 本来他在路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呢 左边有一辆休旅车飞了过来 直接砸在宾士车的车顶上面 车祸的现场变叠了 这车主觉得实在太傻眼了 还好呢 这两名车主都没有大碍 但到底怎么会发生 这样离奇的车祸呢 警方表示 休旅车疑似因为天雨落滑 结果失控酿祸了 一早六点多一辆宾士车 在路口停红灯瞬间 左边飞来一辆休旅车 让驾驶反应不及 根本躲不了 碰的一声 休旅车瞬间压在宾士车车顶上 剧烈撞击 天摇地动 两名驾驶一度卡在车内 消防队到场前 两人自行脱困 救护车赶到现场 两名驾驶已经蹲站在旁边 被玻璃刮伤 伤势没有大碍 但看到爱车变成跌跌了 玻璃全裂开 车顶板筋凹大洞 真的很傻眼 车祸发生在八号 甲乙民雄地区 到底怎么会从左边飞来一辆车 真的让人想都没 警方调查 车祸原因不排除天雨落滑 休旅车疑似天雨落滑 打滑失控从旁边飞车窜出 才会波及到停红灯的宾士车 天外飞来横祸 让宾士驾驶好无奈 只能庆幸 还好人都平安没事 只是下回再经过这个路口 恐怕有阴影 记者侯国文 甲乙报道 八号在台南发生了 三岁女童跟妈妈走在斑马县 却是被左转车碾毙 一死一伤 而行人地医酿出人命 肇事女驾驶 她竟然说 她要用肚子里的胎儿来赔偿 让网友气炸了 认为人命可以这样随便吗 而命案路口被检讨 是不是因为设计不良 交通部长王国财 今天公开对家属抱歉 但是直及台南市路口 居然还有警车带头违规 不离让行人 八号上午三岁女童 跟妈妈收亲手 走斑马县过马路 被左转休旅车 追撞碾过 女童当场死亡妈妈重伤 肇事驾驶失明孕妇 女童父亲招魂情绪崩溃 肇事女驾驶 要把腹中小孩赔给女童父亲 这番话也让网友炸锅 说把小孩当物品吗 人命这么随便吗 肚子里小孩是无辜的 这根本是故意激怒受害者 女童甚至画面活泼可爱 爸爸说女儿是太太 痛了三年三夜才生出来 行人地狱酿成车祸惨剧 夺命路口警方大直发 连两天站岗取缔违规 但同一个路口 一年六起车祸 到底什么原因 就连交通部长王国才 也向家属道歉 我们改我们的号制灯 当行人制绿灯的时候 所有的车辆都是红灯 我再次对于女童的死亡 或是家属的悲痛 感到非常地抱歉 行经路口不减速 转弯不看 这个就是 已经没有什么好辩驳了 不管是人行到胎窄 现在还是路口设计有问题 为什么要等到出人命才检讨 但夸张的是这个画面 台南警车一路往前冲 完全没看到 斑马线上有个阿贝 正要过马路 带头不离让行人 警车事后才被开罚检讨 另一处校园附近路口 休旅车闯红灯左转 不离让行人 还差点撞到公车机车脚踏车 台南各种乱象 至今没有改善 等出人命才要检讨 喊话要修法 不知道又得等多久 行人地狱依旧治标 不治本 接下来万章 王书宏台南报道 好 来看到最新的讯息 这是在新北新店 今天中午12点多 惊传的枪响 北市大安分局 持着拘票到了新店 侦办枪械案 没想到嫌犯拒捕 朝着警方开枪 逃逸的时候 从民宅二楼跳下来 远警连开了六枪回击 嫌犯的腹部跟右踏腿中弹 由大批刑警的借户之下 被紧急送医 而警方现在是封锁了现场 踩阵调查 事发的原因现在还有待了解 嘉义新港公庙 在8号下午营 北港妈祖 在路面上用鞭炮 哇 看到铺出了 一条超长的红色的地毯 网友爆料说 这至少有一公里 场面非常的壮观 鞭炮声绵延不绝 天空还窜出了巨大的浓烟 网友也炮轰说 虽然是传统的民俗活动 但是根本变成了 大型的空污现场 帽路上铺满红色炮竹 嘉义新港公庙 8号下午营妈祖 大阵仗放鞭炮 鞭炮声不断 真的很惊人 网友爆料鞭炮阵仗 似乎长达一公里 仿佛一阵黑色龙卷风席卷而来 初估有3000箱的战炮 恐怕砸上上百万 嘉义新港公庙营妈祖 虽然是传统民俗文化 但好像变成大型空污现场 网友狂摇头 拿着泡钱去救百姓 实在是制造空气污染 这是神明要的还是人要的 虽然是传统文化 但这个太扯 烟雾弥漫 连呼吸都难 一年一度庙会活动 今年似乎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环保局消防局虽然表示 释放炮竹时间并无违法 也尊重庙会活动 但这一次整条马路铺满红色战炮 如果超出噪音和空污标准 将会依法开罚